大量吳郭鱼帆渡死亡 这边 这边 还有这个地方 统统都有 金门多处水库出现死鱼 并且发出难闻的鱼腥味 打捞人员拿着网子乘坐小船 到水库各个角落 将吴郭鱼打捞上岸 一天的量差不多 垃圾带黑色差不多十几代 十几代是基本 每天的量都这么多 金门的太湖 荣湖 以及金沙等水库 都出现大量鱼群死亡 非常罕见 已经持续将近两个礼拜 接到民众通报时期 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左右 我们出研判 其实大概是天气热所造成的 然后造成农氧降低 然后死鱼就发生 金门县自来水厂表示 这三处水库并不是自来水水源 民众不用担心 记者李俊龙 王毅德 金门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 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